女人已经饥渴难耐 她体内的药效正驱使着 不停向男人爬去 男人一脸惊恶 在其诧异之际敞开外套 露出特意为男人准备的惊喜 突然男人的妻子闯入其中 一把掰断女人小指 把她蹬出门外 紧接着屋内传来奇怪的声音 男人的妻子名叫达莎 她的真实身份是俄罗斯间谍 自从上次抓捕行动失利 以及怀疑自己丈夫谢尔盖出轨 她就想以度假的形式来维护家庭关系 当初达莎隶属于 特别行动小组情报主任 批准对方放假的请求 然而此刻却又出尔反尔 让其参加执行任务 达莎废都气炸 和其争论起来 一旁的间谍伊利亚见状 赶忙拿起一本旅游杂志 用上面的封批 向主人暗示架起了地点 原因无她 任务地点也在这里 达莎并不知情 还以为是主人妥协 伴随着飞机降落 达莎带着丈夫谢尔盖 以及两个孩子来到预定酒店 刚进入房间 阿拉伯人打扮的伊利亚 突然扣向房门 她以酒店送毛巾为由 故意把达莎叫到其他屋子里去 然后接通笔记本电脑 让主任给其下达任务 反正声明已经煮成熟饭 丝毫不给达莎拒绝的空间 达莎虽然生气 但也只好答应下来 据说这家酒店 要接待一支特殊的阿拉伯代表团 该团团长开发出一个独特的金属合金 能够杀死所有细菌和病毒 可以说这个合金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在伊利亚的帮助下 伪装成酒店服务员的身份 前往团长所在的房间 根据情报显示 团长一直把合金带在脖子上 唯有利用震惊器麻醉的地方 才有机会拿到合金 达莎胸有成猪 满脑子只想着完成任务 好和和家人们度过一个优闲假期 谁知下个拐角 就和希尔盖撞个满怀 对方并不知道达莎间谍的身份 询问对方这是在干什么 达莎反应神速 以换装提高情趣为由 把希尔盖拉进房间 大站300回合 任务也因此失败 画面一转 他打扮成暗模式 要上门进行服务 在进入团长房门之前 耳盘再次响起那个熟悉的声音 回头一看 正是希尔盖 计划被迫再次终止 两人相拥 走进隔壁房间 折腾完的打杀 换上酒店服务生的衣服 可还没走到目的地 又一次碰到希尔盖 同样的房间 同样的剧情 连续三次行动实力 让伊利亚无能狂怒 事后 希尔盖颤颤颤巍巍 从房间内出来 他再健壮的身体 也经不起这种折探 如今 他已经进入闲者世界 见到达沙 都得躲车走 没人添乱 达沙任务进展非常顺利 以送财为优 来到团长的面前 谁知希尔盖老实了 可两个孩子 又开始整摇窝子 小儿子非常调皮 想要开摩托体 却因为未成年 被救生员拒绝 大女儿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梦想着成为大网红 为制造话题 故意坠海 大呼救命 一来营造一起 和帅气救生员 美妙的邂逅 而来 创造一个 让弟弟偷开摩托艇的机会 听到女儿的呼救声 达沙立刻放弃手头任务 纵身跳入大海 将大女儿拉到岸上 偷开摩托艇的弟弟 也被救生员发现 间谍行动再次失败 伊利亚决定 采用备选方案 酒店要举行一个舞会 两人趁着女巫者化妆的功夫 来一出狸猫换太子 达沙换上演出服 取代舞女的位置 来到团长面前 纵情舞蹈 大女儿见救生员落单 随家 上前搭讪 结果被其女友发现 两人大打出手 酒店管理员上前拉架 谢尔盖见女儿被欺负 也加入到战场之中 小儿子趁着混乱间隙 坐上梦寐以求的摩托艇 这边的吵闹声 吸引达沙的注意 被保护团长为由 一把将其推到水中 并成功拿到合金 事后 达沙一家被赶出酒店 这场假期 也就此花上句号 看着达沙和谢尔盖走进小屋 伊利亚虽然拿到合金 但脸上还是表现出无奈的神情 原来 她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那就是达沙的前任丈夫 不过这些信息 达沙根本想不起来 曾经 她因为一次外情任务 而卷入危险当中 达沙知道太多的黑幕 无形之中 给其招致杀身之祸 为保护其生命安全 伊利亚在情报主人的提议下 给达沙注射诗意咬剂 在流逝 情报局内的内鬼 已经浮现水面 未弄清楚对方身份 主任无奈 只好再次启用达沙 协助自己挖掘出内鬼的真实面目 经过一番调查 一个胸前闻着黑色老鼠的人 走进间谍们的视野之中 然而由于情报失误 他们一厢情愿认为 闻黑色老鼠的是个男人 说不定 恰恰相反 黑老鼠是个女人 还摆了他们一道 当然 他们也并非没有收获 从现场得到一块手机 这天 特别行动小组内 负责信息处理了男特工 从这块手机上 发现一个写着中文的短信 达沙精通外语 随即破译出上面的内容 大致意思 就是对方会安排 一个快递员打扮的街头人员 在预定地点旁边 达沙决定守住戴兔 提前在目的地社福 另一边放假回来的谢尔盖 被女上司单独叫去谈话 谢尔盖的出国对象 就是对方 女上司很吃醋 要求今天晚上补偿自己 达沙作为间谍 她敏锐第六感告诉自己 谢尔盖肯定还有猫腻 在出勤时 她打电话让闺蜜帮忙 拿到药水和监听器 到时候将其交到自己手上 这些装备都是小组内压箱底的东西 没有主任的同意 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动用 这一幕被对内女特工看个真切 她不清楚对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但眼下所有人都在调查有关内奸的事情 闺蜜这么做 无疑增加她的可疑程度 距离快递员出现 还有两个小时 达沙请假暂离岗位 她先来花店买了一束花 然后送给谢尔盖的女上司 趁对方不注意 喷上特制药水 并把监听器安放在桌角 女上司见收到这么一束花 很是高兴 上前一闻 味道也不错 计划完成 闺蜜很兴奋 她告诉达沙 这种药水 可以让女上司三天之内 保持艳难的情绪 这样一来 就不会继续纠缠谢尔盖了 然而闺蜜搓把唇药当成竞技 这时药效开始起效果 哪怕是不认识的维修工 女上司都露出贪婪的眼神 达沙在美容院和闺蜜碰面 准备一边敷面膜享受 一边安排下一步行动 这时 店员拿出一个动物面膜 闺蜜认出来 这个动物的身份就是内鬼 随着脱口而出 所以说着无意听着有心 一直在暗中监视闺蜜的女头工 听到内鬼二字 心中立马笃定 队伍内的内奸 就是达沙和其闺蜜 随即把消息告诉主人 这边达沙从闺蜜口中得知 对方左右部分错拿药水 随即意识到 谢尔盖可能会有危险 正当其准备离开时 街头人那边快要出现 无奈 她只得让闺蜜顶替自己的位置 画面一转 女上司叫来谢尔盖 反手将门锁死 露出其性感睡衣 在这千军一霸之际 达沙及时赶到 反手将女上司赶出门外 不一会儿 里面传来谜秘之音 与此同时 闺蜜将街头人打晕 成功将其牢牢控制 女头工一脸兴奋 毕竟是自己抓住那一间 为了让主人相信 带着对方来到监听器的信号发源地 可来到现场 女头工才发现 这里是谢尔盖工作的医院 如果对方是那一间 那在这里的 应该是那名伪装的街头人 女头工不信息 随即黑入窃亭装置 里面传来达沙和谢尔盖的声音 大家都是成年人 一下子就判断出 对方在干什么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事后 主任指责达沙不干正事 达沙则表示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下一刻 随着汽车后备箱打开 那门街头的快递员 被五花大棒 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 至此 二人的嫌疑 才被彻底洗清 这次的办公室大战 又一次唤醒达沙和谢尔盖 对爱情的冲进 两人相约 晚上再战 可女上司从中阻挠 要求晚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达沙废都气炸 叫来男特工 帮忙入侵女上司的手机 按照行业规定 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但达沙欺骗对方说 这是有关黑老鼠的信息 对方这才打开电脑 很快就将其最近的行踪档案 全部吊出 甚至连女上司登陆过约会网站 都能查出来 达沙为了拖延对方 晚上不开紧急会议 在闺蜜的帮助下 两人利用伊利亚年轻时的帅照 欺骗女上司晚上共进晚餐 好巧不巧的是 伊利亚和男特工 两人恰好经过女上司的床前 虽说伊利亚没有回头 但多年特工经验 让他判断出 自己被人盯上了 男特工表示 那个女人 正是今天上午达沙调查的 与黑老鼠有关的人 两人随即 将其游到偏僻的角落 伊利亚直接打晕对方 将其带上汽车 由于超时 会议自动取消 谢尔盖打电话通知达沙 对方早就知道这个结果 嫌疑不订好酒店 等待谢尔盖到来 突然 伊利亚联系上达沙 表示自己已经抓住黑老鼠手下特工 立马骑车将其带到达沙面前 事已至此 他只好坦诚相待 告诉对方 这个女人 是谢尔盖的上司 并非是黑老鼠的人 今天她要和谢尔盖有个约会 希望伊利亚出卖色相 帮其拖住女上司的脚步 对方一口答应下来 这时 到楼下的达沙 发现她把礼物落在房间 随即打电话 让伊利亚帮忙送下来 恰好谢尔盖也驱车赶到 误认为达沙有外遇 给伊利亚一拳后 怒气冲冲的坐车离开 达沙本想回家 再向丈夫解释实情 可谁知道 对方既然直接带走衣服 当天晚上 就在医院睡下 这一次的误会 让两人之间 产生了深深的姐弟 达沙为了能挽回家庭 她宁愿告诉丈夫真相 自己是一名间谍 也不愿意给其留下 一个当府的形象 特别行动小组内 情报主任 在给众人安排 接下来的任务指示 大屏幕上特工 就是之后的接头对象 达沙是夜间内的扛把子 这一次行动 自然而然 就落到对方的肩头 女特工有些不服 这几天 她一直没有 大展拳脚的机会 手里养得很 主任没有给其安排任务 也是怀有私心 由于女特工 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那就是主任的亲闺女 既然我把说服父亲 女特工希望能说服达沙 让自己代替对方 执行任务 达沙正常没有时间 和丈夫解开矛盾 女特工的请求 可谓是雪中送炭 当即以培养年轻人为忧 同意对方的要求 医院内 希尔该被护士叫醒 很快投入到工作当中 她戴上小手鼻子 哄着小朋友去看牙 这时 达沙出现 她直入主题 表示自己和伊利亚之间 没有想象中的男女关系 双方不过是同事而已 不过 由于身份问题 所做的东西 都需要秘密进行 希尔该心想 男女偷亲 那肯定得秘密进行 随后又把达沙赶了出去 与此同时 女特工来到碰头地点 说出对接暗号 另外一人确定 对方就是要等的人 随后 把记忆芯片丢入酒内 还没等女特工去回收 就被一个醉汉 连酒带芯片一口闷入肚中 男特工炫其不要紧张 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这名醉汉也确实厉害 用筒门福特加 在酒精的催化下 她禁止来到更衣室 准备耍流氓 女特工见周围没人 一记手刀将其打运 在男特工的帮助下 两人从更衣室的窗子 把醉汉运出窗外 然后塞进汽车后备箱 醉汉的同伴剑撞 赶忙跑出来 毕竟两只脚无论如何 也跑不过四个轮子 眼睁睁看着对方越来越远 汽车来到办公楼下 准备搬运醉汉时 男特工意外听到 对方体内发出一气的声音 随即拿出专业设备 对其进行检查 男特工不会是专业的 他一下子就给出结论 这里面根本不是内存芯片 而是一个GPS信表 换言之 基地位置已经暴露 再看达沙 他未来能让丈夫 相信自己的说法 可谓是费尽心机 他伪装成清洁工 来到谢尔盖办公室内 二话不说 开始讲述起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 在20年前 由于某些情况 记忆被禁过 最近才被彻底激活 不然能让谢尔盖相信 他拿起拖把 耍了一套棍法 谢尔盖愣在当场 突然 电脑内传来其他医生的声音 原来 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内部会议 为掩饰尴尬 谢尔盖以精神病跑出来为由 把达沙赶跑 他找到伊利亚 询问解决对策 当下 只有把谢尔盖带到秘密基地内 或许对方才会相信事情的真相 达沙担心对方不愿意 两人随机制定一起绑架计划 画面一转 达沙在楼上 通过遥控小汽车 将麻醉气体 放到谢尔盖工作的办公室内 确认谢尔盖陷入昏迷 伊利亚身着黄色格力服 打开窗户 将达沙放进屋内 两人抬着谢尔盖 大摇大摆 从办公室内走出 秘密基地内 正当达沙和伊利亚 庆祝这次行动的胜礼时 谢尔盖从昏迷中醒来 再次看到自己媳妇 和别的男人亲热 不由的怒火中伤 可她还来不及发作 就被麻醉枪再次放倒 伴随着一声爆炸 一群蒙面歹徒闯入其中 达沙和伊利亚左右开弓 和歹徒扭打在一起 达沙虽然体态偏胖 但丝毫不影响其灵活的身法 闪斩腾诺之间 将敌人打得满地找牙 不一会儿 这群歹徒就被全部放倒 谢尔盖一脸茫然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特工们决定搬家 伊利亚上前安慰谢尔盖 试着去感受 自己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妻子 虽然这次袭击无人伤亡 但却在谢尔盖心中 留下巨大的阴影 她自从得知达沙的真实身份后 便天天盯着电视发呆 她认为 自己有一个无所不能的妻子 只需要待在家里吃软饭就行 闺蜜提出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她重新找回男人尊严 达沙心理神会 随即换上性感睡衣 一番汗伤理略战斗之后 两人再次和好若出 由于老家被抄 众人只好把秘密基地 暂时搬到达沙闺蜜家中 伊利亚躲在车内 将酒杯底部喷上药物 接着等待达沙到来 她把酒杯递给对方 准备换回对方的记忆 达沙一时之间陷入朦胧之中 突然 车门被人打开 达沙的两个孩子出现 看着满车的一切 他们这才发现 自己的母亲 竟然是一名间谍 似乎是受到伊利亚的药物影响 达沙被束缚的记忆 如同逃到江水一般 瞬间涌入心头 当初她还是一名亲人间谍特工 奉命前往办公楼内 去接一名重要线人 由于敌人数量众多 带着线人无疑会增加风险 主人建议抛弃线人 独自逃亡 达沙不忍心对自己人下手 随即违抗命令 带着线人一同逃跑 背进九牛二虎之力 达沙成功带着线人 冲出包围圈 随即向高层寻求增援 由于高层给的指令 是杀死线人 达沙没有执行命令 上面拒绝提供增援 达沙废都气炸 一脚踩碎耳机 赶忙回过头来照顾线人 对方状态不好 恐怕撑不了多久 他拿出一个烟河告诉达沙 这里面装着 所有实力都在苦苦寻找的病毒样本 也是为何要将其杀人灭口的原因 无论如何也要将其藏好 一旦被有情之人利用 恐怕会引发不可估量的灾难 随后两眼一翻 并咽了气 达沙没有听从线人的意见 把烟河交给伊利亚 这里按照高层的要求 达沙已在必杀名单上 但伊利亚和达沙氏夫妻 情报主任也不愿意通下杀兽 随即安排一个假死的情节 一针下去 让达沙彻底失去这段记忆 由此成为一名普通人 随着记忆逐渐恢复 达沙知道 只有找到线人留下的烟河 才能顺藤摸瓜 搜出组织内的内鬼 这个烟河会落到情报主任的手上 极有可能是对方贼喊捉贼 趁着主任外出之际 达沙和伊利亚 悄悄溜进对方的房间之中 一进走廊 就是激光报警装置 伊利亚利用线情喷雾 小心翼翼向前搜索 除此之外 主任还在杯子上 设置了第二个陷阱 好在伊利亚反应神速 这才没让杯子发出声响 最终 他们找到主任加密的手提箱 伊利亚尝试多个密码 均不能将其解开 达沙想起 果不其然 随着啪大一声 盒子成功打开 烟河静静躺在其中 不过里面的病毒样本 却不见踪影 除此之外 还有一张一家三口的合照 丈夫和孩子不必多说 至于最右边的妻子 竟然是黑老鼠 如此一来 似乎更能坐实主任 就是内鬼的想法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 达沙的记忆碎片 也在不断嵌合重组 他回忆起更多的事件细节 达沙在交出烟河之前 还来到贵家牙医诊所 也就是谢尔盖当初工作的地点 那是他第一次与谢尔盖相见 达沙提出补牙的请求 对方表示 得先给自己母亲补牙 让达沙稍恩勿躁 趁这个机会 达沙悄悄拿出病毒样本 和补牙的药粉融合在一起 这样一来 谢尔盖就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病毒样本 塞进达沙的牙齿之中 从此之后 只有他一人知道病毒样本的下落 激励恢复至此 达沙赶忙给伊利亚打起电话 表示自己知道病毒样本的下落 直到达沙来到医院 这里已经被全副武装雇佣兵占领 他们挟持了谢尔盖 也下了达沙和伊利亚的手枪 这件事 达沙只告诉过伊利亚 相信究竟如何走漏 想必答案不掩而遇 面对雇佣兵的危险 谢尔盖不敢不从 先给达沙拍了个X光片 根据影片显示 有一颗牙齿中藏着东西 接着大手一挥 用镊子夹出一个异物 雇佣兵将其收好 准备杀人灭口 就在这时 幼儿园老师带着学生们 来向谢尔盖表示感谢 雇佣兵知道没法下手 随将带着老师离去 送走老师和学生们 达沙想要追击敌人 谢尔盖则表示 不需要追任何人 因为他耍了个心眼 那张X光片 用的是其他患者的报告 至于那个异物 只不过是没钉子而已 刚才交给雇佣兵的 不过是他留在达沙口中 三个胶条里的一个罢了 正当所有人以为逃过一劫时 伊利亚拔出针头 趁其不备 将达沙扎晕过去 谢尔盖废斗气炸 没想到 内鬼一直在自己身边 随即要上前搭救达沙 伊利亚拔出手枪 威胁谢尔盖 把真正的病毒样本取出 对方不敢不从 再次动用镊子 取出一个带血的义务 伊利亚并不知道 这是第二个胶条 还以为是真正的样本 随即顾忌重施 一身下去 让谢尔盖也陷入昏迷 达沙在此刻醒来 谢尔盖强称着意识 喊出一声妈妈 当然 这并不是一时混乱 管达沙叫妈 而是在当初 给达沙补牙时 身旁的护士 拿走装用病毒样本的牙膏 塞入谢尔盖母亲的牙齿之中 画面一转 特工们集体会合 向谢尔盖家中逝去 另一边 黑老鼠的雇佣兵们 发现了手里拿的 都不是病毒样本 也是第一时间 去找谢尔盖母亲的麻烦 家里的孩子们 也在此刻起到重要作用 因为从小跟在间谍妈妈身边 一些本领自然是耳濡目染 通过简易陷阱 拖住雇佣兵们进攻的脚步 等到达沙赶到时 战斗胜利的天平 已经毫无疑问的 向他们倾斜过去 与此同时 谢尔盖母亲 头戴VR眼镜 完全沉浸在影视剧子中 丝毫没有发现 自己也被团团围住 主人率领特工们 和黑老鼠的手下 开始对峙起来 伴随着烟雾消散 黑老鼠闪亮登场 他拿着剑刀 缓缓向老太太走去 关键时刻 伊利亚再次倒戈 把枪口对准黑老鼠 以为人数处于劣势 黑老鼠只得作罢 随即下令撤退 等到黑老鼠离去 伊利亚再次举枪 对准主人 原来他这些年 一直对主人怀有仇恨 如果不是因为对方下达命令 达沙肯定不会嫁作人妇 电光火石之间 谢尔盖大喊 这是我老婆 挥舞球棒 将伊利亚打晕过去 接下来 主人带着老太太 去取入病毒样本 其他人歉意地享受 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达沙彻底放弃间谍生活 完全走进了平常人的生活 闺蜜开心地来到达沙面前 表示自己啊 收到一个手机中奖短信 里面说着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语 就如同女特工 当初来找达沙一样 这些短语 就如同打开思维殿堂的钥匙 达沙眼神一变 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搬开甲时 拿出背包 骑上摩托 一脚摇门 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故事就此落下帷幕 本片名叫 我的妈妈是间谍 是一部俄罗斯拍摄的喜剧 看这个架势 还应该会出续节 就目前而言 主角团拿到病毒样本 同时也成功抓出组织内的内鬼 但对方毕竟和黑老鼠有所关联 而且情报主任 也和其有着莫大的渊源 很显然 这场斗争 不会就此止住 在结尾处 闺蜜看似无意识地说辞 却能成功唤醒达沙更多的记忆 想必 她也有着不同寻常的身份 这部影片有许多逻辑霸告 比如极为反派是如何得知 谢尔干母亲牙齿柱 藏着毒药样本 以及中间大量剧情 与主线毫无关联 这个间谍妈妈 大部分把时间都花在家庭身上 反而其他队友 都在忙着帮其擦屁股 导致整体观看下来 会在故事情节上 出现一个很大的断层 从而言之 这是一部喜剧 没必要太过上纲上线 横竖图一乐就行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欢迎点赞评论和收藏 你们的支持 才是我们更新的动力